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3月22日星期一 和大家聊两个新闻 先说说杨振宁 3月18号的时候 我手机上也收到消息 说杨振宁去世了 当时我心里还挺诧异 因为前两天我还看到杨振宁夫妇参加活动的视频 在推特上有人转发 当时看到的98岁的人拿起毛笔来写字 不抖不摇 写得还非常精神 看着挺好的 果然几个小时之后 杨振宁的朋友和单位清华大学都发声明 说这个是个假新闻 杨先生 还健在 说到这个 这可不是第一次了 在我的印象里 这两年大概有三次以上 当去世的谣言流传的时候 我快速的看了一下评论 那底下幸灾乐祸的很多 表示遗憾的极少 这个造谣的人深知 如果说杨振宁死了 一定会引起一场狂欢 因为很多人都看这个老头不顺眼 盼着他死的人 那可不在少数 所以说造这个谣有点大快人心的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造这个谣 我关注这个八卦的目的呢 是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 说到杨振宁的获得诺贝尔 当年七几年中国啥都没有的时候 他就多次回国 应该说到中国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当时中国奋发向上 科学的春天嘛 当时我上学的那个学校的楼道里的墙上 不是居里夫人爱因斯坦 这边就是杨振宁等等 每个教室里边挂的那些小的画像也都有杨振宁 作为华人获得了物理学的诺贝尔 这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之后的杨振宁对中国其实也非常不错 他一直在尽力帮中国 说到年老落叶归根 清华大学呢把他养起来 这也是应有之意 因为那作为一个大学 作为一个著名的大学 一定要有自己的镇山之宝 你得有几个诺贝尔看家 即使他不教课 但他的名头在这 这也是一个学校的荣誉 我看到有人抱怨 说如果杨振宁在美国 你也就进养老院去忍着去了 现在你回到中国 耗费民纸民膏 中国还得养着他 亏他也心安理得 但这话前面说了 世界上很多大学 都养着自己的终身教授 这种情况多了 你像霍金那样了 政府也得出资照顾他 因为这是一个大学的脸面 这是学术界的脸面 也是一个国家的脸面 你能让一个诺贝尔晚年孤苦无一 死在养老院里吗 那你这个国家就很露脸 很光彩吗 当然呢 杨振宁的待遇可能确实是过了点 但和那些官员们相比 他那点的待遇又算什么呀 结果人们不去抱怨那些特权的官员 反而盯着骂这位为华人为全人类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 你说这个社会他到底是怎么了呢 当然我知道 人们最主要最看不惯的 还是老杨的那场晚年的所谓的不伦之列 两个人岁数相差太大了 超出了人们理解的范畴 你想一二十八的 嫁给了一八十二的 这差五十四岁 那老杨和翁藩的爷爷岁数都差不多 所以人们那就不理解 那不理解那就开始按照自己的状态来理解 一边说呢 你老杨不道德 一边说呢 那个女的你是另有所图 总之这俩人在一起 怎么都是不正常 怎么都不对 那就是了 在这之前呢 杨振宁还算是人见人敬的诺贝尔 华人之光 但在这之后 他就只是个老牛吃嫩草的坏老头 旁边呢还站着一个用心险恶的心机女 这个扭曲的道德 就让这个中国人的骄傲 就变成了一个让人背后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的八卦明星 很多年前 我在广播节目里边 当时说到这位老杨 我当时就讲 俩人结了婚就赶紧走吧 回美国去吧 你要是留在中国 你会声名尽毁 这就是你的下掌 当然我说话 他们两个人也听不见了 而且这位老杨 他也未必舍得走 你像在美国 你不过就是个普通人 而在中国走到哪儿 那都是前呼后拥的呀 所以说这就看你喜欢什么 很多人呢和我一样 有那种人群恐惧症 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而有的人则喜欢在中国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其实呢说到爱因斯坦 说到霍金等人 家庭婚姻也都有很多的故事 段子也很多 但这都没有成为影响人们评价他们的因素 尽管有很多的花花事 但人们还照样的敬仰他们 关注他们 给他们以极高的社会荣誉 没听说因为娶了自己的表姐 娶了自己的小护士 而盼着这个人早点死的 而在中国呢 人们就会把所谓的英雄人物 快速的把他偶像化 那你既然是神像是偶像 你就不能是人 你必须就是完美的 必须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否则的话 如果你也失色者 姓也 那失望的人们就会比普通人更恨你 更骂你 超过普通人 到老杨这儿呢 要更加一层 你说你八十多岁老头 你领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那人们呢 先是羡慕 接着就是嫉妒 最后那就是恨了 说到中国呢 没几个诺贝尔 而且老杨其实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为人做事呢 还基本算谨守着科学家的分寸 但现在呢 就因为一段别人管不着的婚姻 不但没有得到几个人的祝福或者是祝愿 这个形象和口碑反而在人们的心中是一落千丈 很多人呢 就拥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不知珍惜 这个在人们心中不重要 对你那个所谓的不伦之恋 大家更看重那个 你所有的科学贡献 科学成就 伟大的那种诺贝尔为华人争光 都不如那个 现在人们的反而私下里盼着这个人早点死 通过这件事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愚昧 荒谬 和某种的怨度 在这个社会里呢 很少能看到那种人和人之间彼此的关爱 你也看不到那种真诚的祝福 人们根本就不相信人和人之间能有那种真正的心灵的交流 人们对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 它本能的就带有一种毁灭欲和仇恨感 像这样的事 生活在西方的人们是不能理解 这本来是人家两个人的私事 特别是对杨振宁 你说他老有所依 大家应该为他高兴 为他祝福才对 但人们更感兴趣 津津乐道的是这场不伦之恋 是年龄的差距 是财产 是名利 这在中国就是主流现实 通过这件事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那种文明开化的程度 叹息声中 我们接着说说中国的疫苗 3月20号 巴基斯坦卫生官员宣布 他们的总理伊姆兰汉 在当天的新冠病毒的检测中呈阳性 正式在家隔离 说到3月18号的时候 这位伊姆兰汉刚刚高调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 当时还做了现场直播 拍了照片 拍了视频 从3月10号起 巴基斯坦就开始为60岁以上的民众接种疫苗 但是反应呢 不够踊跃 于是呢 总理亲自带头现身示范 作为名人 我来做一个活广告 我带头接种 结果没想到两天以后宣布中招确诊 那面对质疑呢 国药集团的董事长就做了解释 说呢 这种疫苗 第一针 注射10天以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了 但是呢 不同人之间抗体产生的差距比较大 所以呢 就需要打第2针 等两针都注射完了以后 再过14天 就能产生高度的抗体 形成有效的保护 因为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最终临床检验的结果 按照中期分析结果显示 这款来自中国生物北京所的新冠疫苗 它的保护效力为79.34% 从解释上看呢 基本还是说得通的 但现在的情况是你 百口莫辩 因为这里边的风险是 你找总理这样的名人来代言 示范接种 确实能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 但一旦出现反效果 这个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这就会成为一个反广告 成为一个负面广告 而且它还是活生生的 当初名人的代动作用有多大 那现在的反作用就会更大 因为他好事不出门 坏事他传千里 作为国药董事长说的呢 确实有道理 你说你接种完两天以后中招 大概率是这位伊姆兰汉之前就已经感染了 因为两天产生抗体 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 可但是你怎么跟社会解释呢 你这个解释跑得再快 你也没有总理确诊这个事实跑得快 因为你看别人家的疫苗 那么多领导人都带头接种 带头打 没有一个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你中国疫苗它怎么就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无论如何 巴基斯坦总理确诊 这对中国疫苗的形象会造成重创 但是还是那句话 孤证不成立 咱们还得找另外的一个例证 前几天说来还确实有 只不过当时的报道都比较隐晦 没人注意罢了 叙利亚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冯彪在2月4号表示 中国向叙利亚提供了新冠疫苗的援助 当时叙利亚的报道也和巴基斯坦一样 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之类的吧 但之后呢就出事了 叙利亚总统府3月8号说 一个月以后就说了 说续总统巴萨尔阿萨德和他的夫人阿斯马阿萨德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目前两个人身体状况比较稳定 那知道出事了 习近平夫妇特意在两天以后3月10号 向巴萨尔夫妇表示亲切的慰问 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表示歉意的意思 不过呢在这帮戏精里边也有机灵的 柬埔寨呢从中国订购了2600万剂的疫苗 但对不起那都是给老百姓的 洪森自己可不像伊姆兰汉和巴萨尔两个人那么实诚 3月4号他和夫人 公开接种了AZ疫苗 柬埔寨呢一边从中国买疫苗同时呢从全球疫苗配送中心那他们搞到了32.4万剂的AZ疫苗 这下洪森等核心阶层他们就有解决的办法 说到洪森这个人呢非常有意思 你像去年年底当时他表示 只使用国际认可的疫苗 当时话说的可是很值的 针对中国疫苗他当时就讲柬埔寨我们不是垃圾桶 也不是疫苗实验场 但到现在呢洪森他依然坚持这个理念 只不过 他坚持自己坚决不当垃圾桶 他本人使用了国际认可的疫苗 但老百姓那他可就管不了了 在这呢咱们也要说说中国 中国呢原来宣布特别订购了1亿剂的辉瑞疫苗 那后来怎么样这事儿就没下文了 你说打两针的话这1亿剂的疫苗就可以解决5000万人 估计呢和这个洪森他们也差不太多啊 党政的高层和军队武警 这些看家护院的都算上差不多呢也就够用了 中共不傻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疫苗是怎么个情况 前一阵呢还有西安 3月18号 西安是第8医院的一个检验室的刘医生 被告确诊 他之前呢已经完成了两针的接种 当中国官方呢解释这个情况 说这是个个例 因为呢你就是辉瑞疫苗你的有效率也不是百分之百 出现个别的漏网的这也属正常 那好吧如果这个算正常那下边智利发生的情况那可就不正常了 智利卫生部的报告 智利呢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接种了科兴疫苗 但现在的确诊数字是不跌反升 过去的一周里平均每日新增超过了5000例确诊 根据疫苗数据网站显示 智利呢从2月初起就开始大规模的接种科兴疫苗 现在打完第1针的 已经超过了人口的25% 接种了2针的已经超过了人口的10% 智利的接种的接种率 仅次于以色列和阿联酋 可就在接种的这同一时间 当地每日的确诊数字竟然是不跌反升 从2月初当时每天是4000例 结果升至到了近期每天5000例 升幅增加了1000例将近30% 其中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所在的地区更是疫情的重灾区 全国44%的确诊的个案都在圣地亚哥这两天没办法 又宣布封城了 可是接种疫苗重点就在圣地亚哥周围 包括主要是首都 结果现在首都接种完了以后再次封城 最后是智利卫生部最新的数字 他们国家在昨天也就是21号 新增了6249例确诊的个案 原来2月初的时候没打这疫苗的时候每天差不多4000例 结果到了昨天 达到了6249例 打了一个多月的疫苗到新增了 超过了原来的2000多例 什么情况 智利现在累计已经超过了91万人确诊 接近 22000人死亡 但还是那句话 估障不成立 咱们再找另外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国家用的也全都是中国疫苗 这个国家那就是匈牙利 搞的那一初也是到机场去迎接 也是总理带头师范接种 从2月份开始全民就开始接种了 结果到目前匈牙利的疫情出现了恐怖的翻转 从2月1号确诊当时是1124例 随着疫苗的接种到了2月18号 上升到了2853例 然后就开始一路上扬 随着接种越多的确诊也越多 到了3月14号 搞了一个多月了 激增到了8863例 到了3月20号 竟然到了11132例 是2月1号的 10倍 疫苗的是越打 确诊就越多 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到底该如何解释 最后呢咱们也说说中国 最新的数字 截止到3月20号 中国呢已经有近7500万人接种了疫苗 占总人口的5.3% 中南山的有一个说法 说到6月底 要完成全体人口接种的40% 最近又改口了可能说要到7月份 什么概念 也就是要有6亿人要完成接种 现在看呢也就刚刚完成了一个零头 假设你这个疫苗管用的话 那你的数量差得也太多了 离所谓的全民免疫 那你差得还太软 另外 坏消息 美国大药厂强生的CEO 高斯基最近表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可能每年都需要接种 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 就像季节性的流感疫苗一样 这位高斯基讲 主要是这个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它会发生变异 变异不仅会影响其抵御抗体的能力 或产生不同类型的反应 而且还会影响病毒对药物和疫苗的反应 高斯基的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医学专家的认同 因为没办法 这病毒它一变你就得跟着变 据说呢现在很多的大药厂都已经开始在研制第2代甚至第3代的疫苗 而中国的疫苗仍然处在第1代 中国缓慢的接种速度让人有很多的揣测和联想 现在有一说嘛 说他们在等国外的数字 因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试验群体 第3阶段的那个临床试验结果 结果到今天也没有交给世卫组织 他们就只能在国外搞社会实践 等到时候一看确实好确实有把握了 才敢在国内大规模的普及 但愿是这种考虑吧 但如此大的接种数量如果要是每年都搞一次的话 那中国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想现在呢 就可以得出结论 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说中国的疫苗完全不管用 但至少 证明它并不是一个好疫苗 优等疫苗 现在中国在没有得到示威认证的基础上就已经向60多个国家来派送疫苗 就是现在美国的那个辉瑞都没有覆盖到这么多的国家 中共疫苗外交的这张牌打的是啪啪作响 但这里边关键的问题是 还是你的有效保护率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花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折腾了半天给大家都接种了 结果你不免疫 到了冬天你不免疫就像现在的智力和匈牙利一样 依然大规模的爆发到那时候你可就没法交代了 所谓的疫苗外交到那时候可都变成祸国殃民了 等于在当初病毒过扩散你害了整个世界一到以后 现在通过疫苗你又害了一次人 而且这还都是信任你依赖你的人 这可不是多死几个人的问题 而是经济将会被再次锁死 当人家别的国家都恢复正常的时候 结果这些国家又再次陷入疫情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这个损失可就无法估量了 不是说对中国的疫苗无端的不信任 而是中国疫苗的研发过程 你不科学 不公开 不透明 到现在你还没有拿出过硬的临床实验数据 等于这个第三关到今天你还没过呢 你凭什么认定你的疫苗就是安全有效的呢 如果你真有把握 那你为什么国内还在观望还在等国外的情况呢 如果现在就是拿原住疫苗拿人家外国人来做实验品的话 那可就太孙子了 这种事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所以说呢我们不是一味的黑中国疫苗 而是希望他你要尊重科学 一步一步的按照科学的程序做到质量万无一失 但到现在呢各地出来的那个数据相差非常之大 有的那个有效率只有50%多一点 有的竟然超过90% 相差近一倍 这里边的数字就完全没有可信性 到现在为止就可以说这完全就是在蛮干了 作为你自己的国家 你胡来你自己承受结果 就跟俄罗斯的疫苗一样 可现在中国是满世界扩散这个疫苗 这就是极不负责任的问题 所以说就看这个态度 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够生产出好疫苗了 所谓的中国疫苗将会变成一个噩梦 疫情来年还会卷土重来 死死的纠缠住这些贪小便宜 不讲科学的国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